沃尔玛计划为先入职的50万员工上调基本工资 从之前的每小时7.25美元升到9美元 明年还会进一步加到每小时10美元 我是路易斯·麦考利 为您带来本交易周最后一次新闻回顾 沃尔玛计划通过提高工资来加强在劳动力市场日益激烈的竞争环境中 争取低工资的工人 而此次的变动将会花好集团大约10亿美元 在此次新闻发布之后 该集团股票及时下跌3% 达到每股84美元 这些公司高管都清楚地明白这项变动 电子商务的改进和工人培训计划会导致其收益的减少 但是零售商亦在快速地改善客户在其店内的购物体验 将其转换成利润 AFL的CIO理查德·特拉姆卡表示道 多年来沃尔玛一直在强烈地反对 认为提高工资并不是可行的商业模式 现在各处的工人都很高兴看到沃尔玛改变了他们的看法 然而国家就业法律项目执行董事欧文斯认为 沃尔玛的改变对于其养活自己和家人而奋斗的数十万员工来说还不够 根据《华尔街日报》 公司自90年代末以来首次开始开辟新的征底和创新就业机会 美国一月份失业率已经从去年同期6.6%下降到5.7% 这样一来商家们将不得不更努力地改进 以吸引和留住最好的员工 沃尔玛此次增加工资的举动 可能会引发全国范围内其他公司的效仿 一位白宫对此表示赞许 并指出有17个州已经将最低工资水平调到每小时7.25美元 纳罗夫首席经济师和经济顾问乔尔纳罗夫认为 沃尔玛此次提高员工基础工资的举动 表现了一个迹象 即劳动力市场已经收紧 他们提供工资的行为可能会引发其他企业效仿 以留住和吸引工人 白宫发言人埃里克·舒尔茨表示 共和党控制的国会继续阻止增加国家最低公司标准 在此次情况下 舒尔茨显示支持 我们将继续在此方面取得进步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回顾 我和我的同事将继续为您带来最新的新闻播报 感谢您的关注 再见